Hello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食品安全 煤油罐 运食用油 这两天挺火 昨天跟我的哥们通通话 哥们在中国 说了个事 说这个 这不算什么事 在我来讲 目前为什么呢 待会我再说一下 因为 到底这个你吃的油里面 含了多少煤油 还不知道 对吧 有一句俗话叫 抛开剂量痰毒素 都是耍油盲 是有道理的 我们哥们也这么认为 说这个 这算什么 中国人的现在平均寿命 比美国人多长 说我们吃煤油 吃的煤油 没事 也许我们吃煤油还更壮 我又查了查 查了查这个煤油 这个道理 对人体有什么伤害 你看这个 煤油罐车 吃了 煤油罐车 装食用油 吃了对身体有多大伤害 你看 咱点开看看 五天以前 点不开了 扫一下 还真点不开 顺便说一下 我刚发现 这个炸菜 炸菜 里面含有 这个致癌物 会还有一个生殖系统的 这个问题 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细节的话 可以看我另外一个视频 又少了一样 这个 又有一样东西 不能吃了 但是我还尽量去找 没有这个 标识的这个炸菜 以后找到了 跟大家分享 看 媒体曝光了 这事 这事 有点感冒 这些 灌嫩往往会残留几千克 到十几千克 不等的煤制油 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这个副教授 朱毅 对此表示 煤制油 主要是 碳氢化毒物 其中含有 不饱和 是什么 氢 不认识的字 按以为 可能导致中毒 这个意思 临床症状 可能多样 也不可 也可能不被察觉 他说 这里面 来源于什么 二价格 无机坤 三 六价落 无机坤 千等重金属 还有什么 需要本吗 甲本 二价本 这些东西 塑化剂 它虚定中高效溶结 你看 这些或多或少 这一段 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内分泌系统 心血管系统 免疫系统 升级系统 都造成不同的损伤 要不是中国 现在生育率 越来越低 新生儿 好多 对我 对我 残障 我有个 哥们 他的儿子 生出来 就是一个六指 六指 但是无所谓 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受命 比美丽国的人 还高了 无所谓 这还有 化学物质 可能影响人体的代谢过程 导致胰岛素 抵抗等异常代谢现象 进而引起肥胖 糖尿病 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 长期摄入被污染的食物流 会导致血脂升高 增加血液粘稠度 促使血管壁出现周样硬化当块 从而增加冠心病 高血压 脑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此外 部分化学物质 可通过血液屏隐障进入大脑 影响大脑皮层的海马体区的功能 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反映迟缓等神经系统症状 煤质油中的某些成分 具有潜在致癌性 长期摄入可能增加抗癌风险 这个摄氏油流向餐馆 对供应链企业 好像挺厉害 挺厉害 它的油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到消费段 一种是一散装卖给客户 中小型的食用油分装工厂 然后生存桶装食用再卖给消费者 这一条 然后咱再看另外一条 看有没有说这个吃的没事 找这个 这也是没有对人体的危害 百度 现在看通多 呼吸系统 属于碳氢化合物 偶尔接触一般 不会有过多危害 在这个油你每天都吃 但是油你不是喝的吧 每天炒菜咱中国发都写油 但是你如果吃餐馆油比较多 我也说过前一阵回中国 这外卖油给的比较多 菜都泡在油里 拉出了屎 排的变 看这个马桶里面都泛起了一层油花 大变上面都是亮晶晶的 包一层油 呼吸系统 长期在煤油环境中生活 或吸入大量煤油燃烧出的烟雾 这跟吃没有关系 对吧 他并没有说吃 他只是说煤油直接 你如果接触的煤油 或者燃烧的东西 会有这个影响 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食物中毒 不肾 这有吃 不肾 务食 煤油后 会食管 产生刺激 引发我心 食欲不振 呕吐等 不是症状 务食量过多时 过多时 还得引起食物中毒 神经系统 如果吸入 较高的 这个跟吃没有关系 但是对这有影响 还有这个其他 你接触 对吧 对皮肤 对皮肤有影响 对皮肤有影响 这只有一条 就是说你 不慎务食 务食等于是 你炒菜的时候 比如说你倒这个 两勺油炒菜 就是这个 你拿错 你盛错了油 你盛的是这个 没有 油可能是这问题 如果你是 这两勺油里面 就含有一些 煤油的成分 在里面 有一些煤油在里面 你得知道 含有多少煤油在里面 对吧 这好 专家 少量但长期 服用煤油 会造成人体 各个气氛 这个 这个 这个比较 这个什么 我删除了 给他 这个比较 这个客观实际 这个 比较 因为我们关心的是 长期少量食用 因为你一同意 食用油里面不是 大量的煤油 是少量的 然后搜狐这个 看有没有 删除了 好夹 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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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 啊 C 不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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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敢点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有的 病毒有可能 这有一个 少 长期但少量啊 再看看 这是腾讯吗 有没有 长期但少量 树的煤油中 所含 这是什么 氢类 物质 或精类 我以为 有害成分 在体内进行 缓慢积累 不排除 干扰 生理功能 造成 人体 各个系统 损害性的可能性 这说的非常的 非常的 这么general 没有 没有细节 所以说呢 还要回到我 最早的啊 这个 最早的这个 这个一个 关键点 就是抛开剂量啊 说谈毒 谈毒量 谈毒素啊 其实都是耍铃芒 确实啊 现在我认为呢 如果想 消除大家的顾虑的话呢 就是消除顾虑的话呢 最靠谱的 就是做一个 抽样的调查啊 做一个抽样调查 把这个食用油啊 弄出来啊 调 放在这个实验室啊 弄一下 看看到底里面含了 多少这个 煤油的成分啊 测出来 测不出来 如果是在这个 成分非常少的情况下啊 如果是非常少的话呢 啊 对人体造不成什么 威胁的话啊 危害的话呢 就可以忽略不计啊 我们这个 确实啊 事实声明了 这个我们 呃 这这肯定不是 短时期的问题 几十年 一直应该是 全是这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说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讲 我们这个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已经超过了 美丽国界面啊 应该不会有 太大的影响 但是呢 其实呢 实验室做啥的东西呢 一定要公正啊 一定要有什么 第三方的监督 还有一个资质 让大家可以这个 相信啊 可以消除顾虑 啊 这样才能消除这个 现在这个煤油灌车 就运这个实用油 所以给大家带来的影响 有一部分人确实不在乎 像我那哥们就是啊 我刚才说了 对吧 我们这个寿命 平均寿命都比女高啊 根本就不做事啊 我们吃几十年也没事 对吧 但是呢 有一部分人啊 就是活得比较在意啊 就像我以前说的 这个在我加州的那哥们 连那个瓶装水 塑料瓶的瓶装水都不喝啊 这个化险的衣服也不穿啊 因为都对人体有害啊 人体有害 所以我对这些人 比较在意的人啊 对健康所谓比较在意 或者过度啊 在意的人啊 唯一消除他们这个顾虑的方法啊 就是来一个官方啊 来一个正式的这个报告啊 报告 检测一下 到底在中 这里面含了多少的这个煤油啊 含了多少煤油啊 是不是这个对人体真正有威胁 有威胁的话 那肯定是你不能在市场上卖啊 对吧 就把他把他这个该清理的清理 或者再重新提炼啊 再进化一下 或者说呢 如果确实在里面的含量非常少的话啊 够不成威胁的话啊 你如果手里还有的话呢 你也不用扔了啊 你可以把那皮先吃完啊 然后呢 以后这个行业整改 也许就来了啊 这以后还没有 还没有这种情况啊 也许啊 也许啊 就会被杜绝了 好吗 好吗